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寨子中心 与旁边的民居只有一墙之隔 因而被当地人称为阴阳宅 这种人鬼同宅的现象从前在厄西地区十分常见 最初是因为土地稀少而导致 后来成为土家族一种独特的丧葬形式 双手居古墓雕刻的十分精巧 墓的四周有一圈护墙 前墙上雕花敦尸 侧墙与后墙较高 墙头有夺口 墓的左右各开有一进墓门 右侧的墓门是一个半圆翘角门顶 外扁额书 字在堂 门楣上的雕刻是迎亲图 门内扁额提书 千秋乐 门楣上的浮雕是双凤朝阳 此门上刻有一幅迎帘 龙藏于墓寨 血居杨河湾 左侧墓门形质完全相同 门内提额 万年方 下面是浮雕凤凰牡丹 外扁额书 逍遥亭 脸下的浮雕是荣归图 墓园虽然不大 但制作精良 人物形态低真 是渔墓寨现存九座古墓中保存最好的一处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 将双寿居附会成李自成夫妇合葬墓 主人程永高 成就代表李自成 高是李自成的夫人高贵英 永则是大顺朝的永昌年号 这就很奇怪了 停止